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谈谈酒渣鼻的自然医疗 酒渣鼻呢 我常见到人的鼻子很红 皮肤好像粒粒粒粒 有时连臉、下巴、嘴附近都有 究竟什么是酒渣鼻呢 那关不关饮酒是吗 是不是暗瘡来的 其实酒渣鼻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机会见到的 有些小朋友叫做熊鼻哥 笑一下别人 其实酒渣鼻呢 是一种皮肤问题的一种 在那种微脂血管出现的问题 那它和那个暗瘡是有些不同的 原因是酒渣鼻呢 是不会有黑头或者白头 就是它不会出浓头的 或者油脂那些 就是塞住了的 而且酒渣鼻呢 很少在那些青年期出现的 那通常呢 酒渣鼻呢 发生在一些在30岁或者40岁那段时间 那通常呢 就有少少初期的时候呢 就有少少粉红色的面红那些 或者那个潮红那种感觉 那接着很快就会走的了 那当然啦 如果酒渣鼻呢 及早治疗呢 那这个问题呢 这个毛病就不会继续恶化下去的 那或者呢 起码呢可以拖慢它的进度啦 那但是一个 在一个就是叫做长期的 或者已经是 已经严重一点的阶段的时候呢 那你会见到呢 它可能已经出现了 就是永久性的 皮肤厚了 和红了 尤其是在鼻胳那里的 那酒渣鼻呢 原来呢 是影响了女士呢 是多一点的 比较男士多一点的 那有些人呢 就说没什么机会见到 就是女士有这个问题啦 那其实的原因呢 就当女士有这些问题呢 通常他们会怎样做呢 化妆擒掉它 是的 通常都会有的 因为我自己有时 遇过一些病人来到看 暗瘡很严重的 那我看上去的时候呢 就觉得不是很差的 那接着呢 他就给了一幅相我看呢 他说我现在呢 就拿了这些化妆粉呢 就擒掉了而已 那所以看上去不是很差的 那我看到呢 就是化妆是可以掩饰这些问题 那当然呢 男人就很少遇到这个问题 用化妆粉去盖盖它 那其实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实我们 当我们身体的眉丝血管 就是面部的眉丝血管 就是发出发大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个叫做酒渣鼻 或者有种叫做玫瑰座瘡 英文叫做Lossacea 玫瑰座瘡 那通常呢 有些东西会触发 有些人呢 是出现这个酒渣鼻的 那最主要就是 喝酒啦 酒精啦 或者喝热的饮品啦 咖啡啊 或者那些香料啦 有些脂肪酸啦 还有呢 就是可能极度的温度啦 晒太阳暴晒之下啦 那可能有些风风 就是干风啊 风风雨雨啊 或者一些压力这样的 那当然啦 我们要处理呢 最重要呢 又要减低 就是接触这些这样的 所谓触发的那些因素啦 那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每当一次的那个 血管膨胀呢 其实血管的那个弹性 就会差一点的 那所以 假以时日呢 他通常呢 是很可能呢 就是没办法自己收缩了 那就造成一个长期 一个膨胀的状态呢 那所以就整天好像很红的啦 好了 那很多人呢 他都就是 出现这些问题的人呢 在早期呢 他都会知道 是什么会触发 即是触动他这个 他皮肤会红的 那 那当然啦 就是 如果是有些情况呢 他都会慢慢变成 那个暗瘡啦 那 那最主要呢 就是他 他不会自己会 会没有的 那 那 那当然啦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减少这些这样的 触发的原因呢 是减少他的发作的机会了 那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原来呢 在我们的医学上呢 暂时都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 为何会有这些问题出现 那有些的研究方向呢 是指示指出 很可能呢 是同一个消化系统有问题的 其实很多人的病呢 皮肤的问题呢 很多都是消化的问题的 那所以在我们的处理那些 那些皮肤问题呀 湿疹啊 牛皮线啊 暗瘡呢 其实我们第一线呢 都是要处理消化方面的问题 那其实呢 那个 那个 酒渣鼻呢 都是都是就是没有例外 那很多人呢 有酒渣鼻那些 那些患者呢 发现呢 原来呢 他们那个 那个胃里面的 那个胃酸呢 那个水平呢 是比较低的 那才知道呢 如果是胃酸的那个低呢 它会防外我们 正确地消化那些微元素呢 和呢 也都会 那些啊 啊 導致那个便秘这个问题呢 那通常呢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那个 那我们身体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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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呢 就会呢 就会呢 那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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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呢 都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会出现问题的 那也都可以说呢 便秘呢 是反映我们的消化是出现问题的 那好了 那 那其实呢 那通常呢 我们看到呢 有暗瘡啦 或者有红点出现呢 其实通常呢 都是代表我们的皮肤呢 是企图将那些毒素呢 是排出体外的 那还有呢 我们的身体那个 那个消化度呢 是没有办法呢 是处理这些毒素的 那有一个问题呢 我叫做腸瘤症 那个Licky Gut Syndrome 腸瘤症候群呢 那通常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消化不良 那也是对很多这些 有走渣病的人 是一个问题来的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可能是维他命B12不足 尤其是维他命B12 通常呢 是和这个问题呢 都很多时候有关系的 那我知道呢 身体呢 如果有足够的益菌呢 那些呢 就会帮助我们身体的强度呢 是排毒呢 来到呢 是减低我们那个 就是感染性的细菌呢 是会增生的 那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的身体的益菌呢 都会因此而减低了 那我们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荷尔蒙的不平衡呢 那有很多人呢 在经前症候群呢 或者在根原期的女性呢 很多时候呢 他就发现呢 那个那个 那个走渣病呢 就是开始出现的了 那直至到他将那个 那个荷尔蒙平衡了 他才能够好好的控制得到的 那但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会用一些 一些合成性的 荷尔蒙的取代 比很多根原期的女性呢 那也都有时候呢 是因为那个 避孕丸的关系呢 也都会呢 是触发或者呢 是令这个问题呢 对一些女性来说呢 是会更加加劇的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的食物的敏感 那那个食物敏感呢 就是有些隐蔽的食物敏感呢 也都是导致那个 那个 我们身体呢 就是那些血管有时会潮红 那种感觉 那被人感觉上呢 就以为就是个走渣病 那其实是一个食物敏感的潮红 那一般的 那一般的 传统的西医的 如何去医治它呢 那大部分呢 都是用抗生素 有时候呢 是口服 或者是外敷 但是你知道呢 那个效果是很少 很皮毛的 还有呢 就要长期服食的 可能导致很多其他 腸道的问题 抑菌的破坏 可以认识更加差的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是不想用这个方法 那其实呢 要怎样去处理它呢 那其实呢 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很多种方法的 原来酒渣鼻的 基本成因有这么多的 如果经常接触到 酒精啊 太阳啊 风吹都会引起这个 酒渣鼻的 胃酸低啦 便秘啦 饮食里面 过分地吃的脂肪 或者很低纤 也都会令到 酒渣鼻形成的 食物敏感啦 营养不良 例如是 少了些维他命B啦 或者是 荷尔蒙平衡 腸道里面的 生态失调啦 或者是 食一些 荷尔蒙的药 都会引致酒渣鼻的喔 那原医生 最好就是 饮食方面改善啦 那有些什么 食物是可以 改善到这个 酒渣鼻的 那当然啦 食物是最重要的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医食同源 那我们要怎样去处理 食些什么呢 那当然呢 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多吃些生的水果 我们生机饮食啦 在一个自然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的蔬菜呀 水果呀 果实呀 那些芽菜呀 种子呢 其实都有很多的 酵素呢 是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食物 转化为营养 就是营养我们身体的皮肤 和我们的血液 是健康的 那主要其他 那些叶绿素的蔬菜 那对那个 酒渣鼻是特别重要的 那因为呢 叶绿素的蔬菜呢 是含有很大量的 的微元素 的抗米盐了 那每日呢 就要多喝很多杯 这些新鲜榨的蔬菜汁 那有渣鼻的呢 那通常呢 你身体的那个消化度 要处理这些食物呢 是没有办法完整的 那你知道呢 那那个 那个蔬菜汁呢 是一个很简单 很有效的方法呢 是将营养呢 是带入我们的 那个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那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你每一个食物里面 要有足够充分的纤维 那如果其实你每一天呢 吃一两的 一两的 两份那样的 那个生的食物 那你通常呢 就会有足够的 的纤维呢 帮助你 将那些 腸道里面的 毒素呢 是慢慢带走的 那呢 就 不止它呢 是我们皮肤的 毒素爆出来了 那加多些 全菊 即是杂粮那方面 辣椒 豆 那是我们的 一般的 平常饮食那方面的 那 那还有一样东西 我知道呢 是必需要的脂肪酸呢 是可以说是消炎的 那所以吃得多些 是冬水的鱼 那就是海洋的 冬水的鱼 那一天 一个礼拜吃几次 那 那还吃多些 所谓阿麻子 那一到两汤羹 就是10盎司 水一日 那样可以搅了 来到饮服的 那 那还有呢 发现呢 很多时候 那些人 患酒渣鼻的人呢 其实是维他命B 杂不足的 那那什么食物 有维他命B杂呢 那 红米 草米 蕨蜜 蕨蜜 蜜蜜 蜜的胚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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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些 就是 原整谷類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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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好的B杂的乐乐 还有,如果有些人比较紧张 发现原来维他命D 都是可以舒服我们的紧张情绪 尽量不要用抗生素 除非有些很严重的感染 当然,在我们的听众也知道 有很多的方法,包括胶性银 对这些严重的细菌感染很大 很有帮助 所以,第一,尽量不要用抗生素 益菌方面,可以多吃一些 无加糖的乳酪 任何有益菌制作的食物 也有帮助 起码帮助我们 提示减低抗生素 破坏腸脏的细菌问题 如果有酒渣鼻,有没有什么饮食感技 需不需要戴口? 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任何食物 令到你的身体会出现潮红这个问题 例如有些人来说 是那些香料重的食物 咖啡因的食物 酒精 都是对酒渣鼻的人 很容易引发问题的 有时候,有些糖分和有加点的盐 都有机会令到你的血管膨胀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留心一下 哪些食物会影响你的皮肤 尽量避免这些食物 当然,如果食物太热 饮品太热,也会影响 所以通常,如果发现热的食物会出现 引发问题 尽量把热的饮品放冰一点 汤放冰一点,才能吃 还有我们知道,饱和的脂肪 有一种发炎的作用 不加负我们的皮肤这方面 所以你可以尽量减低红肉 还有那些煎炸、油炸的食物 也会帮助改善你的消化方面 还有我们曾经说过 食物敏感 任何食物敏感都有机会 所以自己去留意一下 或者我们做食物的 用力量做的食物的敏感测试 可以帮助我们 找到食物敏感是什么问题 袁医生,你有没有什么 针对性的配方 是可以对付酒渣鼻的? 在我们治疗的配方里面 对酒渣鼻 我就会用一个叫做 龙胆筋,Genshin wood 龙胆是苦劫的 通常苦劫的都会帮助我们消化 有时候龙胆筋 我们有时候用一些 加盲粉装 有些用滴剂 视乎你找到哪一类的形式 是不是草药? 是的,是一种草药 是一种西方的常用草药 主要通常用来是什么呢? 是帮助我们整体消化的功能 还有就是我们的胃酸 是不是? 大家曾经说过 原来在外国最近有一个发现 很多有酒渣鼻的人 其实有一个胃酸过低的问题 所以胃酸是帮助我们消化 和吸收的矿物型 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 用胃酸的配方 有时候是胶囊装的 就会帮助你 去帮助自己的消化方面 当然有些人 胃酸初初吃的时候 会觉得有种 兴兴的 那这种情况 当然 你可以先减低那份量 直到你身体慢慢吸缘得到 所以呢 胃酸也帮助我们 是减低我们的细菌增生 在腸道消化道的细菌增生 也会直接帮助我们的 酒渣鼻这个问题 随之就是维他命B杂 起码是一样两次50mg的B杂 这是一个帮助酒渣鼻的工具 除了B杂 有特别的B杂 就是维他命B12 通常我们都用400-800mcg 在腻底也有些人是注射的 这个是特别有直接的帮助 那重要的是我们叫Bird Dog Wood Bird Dog就是牛绑 牛绑很多人是爱种种清血的 在传统一直是用在帮助这些 慢性的皮肤问题和酒渣鼻的 那牛绑为什么有用呢 原来牛绑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排毒的机能 和平衡我们的荷尔蒙 接着我们会用一些天然的荷尔蒙膏 通常是一种Cream 通常用在什么呢 是用在一些根元期的女士 如果根元期的女士有这种问题 那就用这种荷尔蒙膏 是Projectural膏 就塗在皮肤方面的 那最后呢就是那个益菌 是吧 通常要多吃一些好的益菌 那主要是一种 Lactobaxillin, Exidophilin, Bifita 这两种都是很普通的 那有些人就是用很大量的去用 因为呢 益菌是不会过量的 那尽量呢就是就是空肚吃 空肚吃就是饭前一个小时 饭后半个小时 成为空肚 那可以吃到足够的这方面的益菌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特别的配方 那还有没有其他工具呢 其实也很多的 那我们会用那个水飞纸 那个Milk Fizzle 水飞纸 那这个呢 那原来呢 我知道了 就是帮助我们肝的功能 和肝的排毒 那你知道了 排毒素内聚是很重要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就会用那个Milk Fizzle 那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很多地方都买得到的 很多一些健康店都买得到的 那还有呢 就是消化酵素 就是我都讲过 就是那个 其实我们那个 皮肤问题呢 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的消化问题 那我们也会吃一些 服饰一些消化酵素 尤其是呢 总是帮助脂肪的消化方面 是特别重要的 那有种其实是Line Paste 那还有这方面呢 就是荷尔蒙 比如女性荷尔蒙 根延期的荷尔蒙 是导致的引发的 或者加剧的那个 酒渣鼻呢 那我就用一个 就是黑色麻 Black Cohoge 那这个呢 也都是帮助我们 那个调理 那个女性荷尔蒙的问题 那其他的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 绿茶 绿茶 绿茶呢 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 也都会帮助我们身体的排毒 那所以我们平时呢 是喝多些下 就是有机的绿茶 沖水又好 或者拿些胶囊装也可以的 那还有呢 就是必需要的脂肪酸 也都一种对皮肤有消炎的作用的 那我们服饰的量呢 大概 那应该 啊 羊皮 那个阿麻子油 用一两的汤羹 如果用鱼油呢 用5个克 一日这样 那这个呢 也是有一个 就是很好的帮助的 那还有呢 就是灵脂 那灵脂呢 为什么呢 因为灵脂 是可以帮助我们 那个肝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呢 肝是一个很重要的排毒器官 那还有就是一个 那个热绿素的食品 就是那个热绿素的营养素 啊 比如好像螺旋组啊 啊 那个阿花花啊 啊 那个绿草丸 这类的东西 那我们公司有 叫巴黎Green 这个Superfood 那其实很简单呢 我们可以呢 就 早上 那个早餐呢 就用那个巴黎Green 那再加一个阿麻子油 那再加一些什么呢 就是Bluwurst yeast 就是那个 啤酒酵母 那再加些奶呢 就用不同的 有蛋白质成分的奶 那比如杏仁奶啊 米奶啊 椰奶啊 之类之类呢 那再用一个搅拌机呢 就把它搅拌均匀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早餐呢 就可以在供应我们这方面的需要的 那还有一些呢 我们可以用维他命C 就是那个 那个外敷的 还有一个呢 叫Alpha-Lipo-Acid 这些都可以外敷呢 是帮助我们的炎症这方面的问题的 袁医生啊 刚才呢 你提到原来酒渣鼻要避免这么多食物的 那在同类疗剂方面 有些什么可以对付到酒渣鼻啊 当然啦 在我们的治疗里面呢 大家都不可以呢 是 缺少一个最有效的医疗的工具 就是我们的同类疗剂 是吧 那在我们的 处理酒渣鼻的同类疗剂 其实很多的 嗯 那我先和他介绍有几只 比较可能是常用得着的那些 那第一只就是 新 Asenicum Album 在我们听过节目的人呢 可能都有机会呢 听到我们以前是有个叫做 介绍的那些不同的疗剂 那些节目里面有说呢 新的人呢 通常那个病呢 通常会有些 会有些发热的问题啊 肝啊或者脱皮啊 那新的人的性格呢 通常都比较好紧张的 好严谦啊 好不安啊 那样 又非常之怕冰 那喜欢喝热水的 那喝热水呢 都不会大咤大咤喝 是喜欢小咤小咤喝 那就是如果这一类的正型的人呢 就可以考虑用新这个疗剂 那另外一种呢 我叫做Hippa Sulpharet Hippa Sulpharet 是 开流化甲 那这个疗剂呢 通常会用一些人呢 它酒渣鼻里面呢 有很多些浓的 很多些浓 那又很痛的 又嗨嗨都不行的 那还有呢 那这个Hippa Sulpharet 的人呢 通常呢 就是喜欢怕冰 那皮肤尤其是呢 如果你用液敷的皮肤呢 会比较舒服一些 那记住呢 就是那个皮肤呢 很多浓啦 还有呢 很痛啦 不变得啦 液敷会舒服 这个就是一个Hippa Sulpharet 那个流化 即是开流化甲 这个疗剂的正型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白头翁了 Pulsar Teller 那白头翁通常呢 是適用一些的 的女性呢 是一个荷尔蒙的 或者青春期 或者根源期的出现的 那白头翁的人呢 通常呢 比较敏感啦 容易哭啦 她们喜欢吃 吃甜的东西多啦 但呢 她们也都是不喜欢吃肥腻的东西 很怕吃肥腻的东西 肥腻会更加差啦 那她舒服呢 就会在户外的空气啊 新鲜的空气啊 走路呢 会舒服很多的 好了 那另外一个疗剂呢 就是我们叫做Sippia Sippia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墨鱼汁啦 那墨鱼汁呢 那墨鱼汁呢 都是适用于 在荷尔蒙改变的时间 即是包括 甚至是根源期啊 或者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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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墨鱼汁呢 那墨鱼汁呢 就是会怎样呢 她性格上呢 很吻胆 她人呢 就很累啊 就好像她人 好像没有什么 无精打采 好像做到散散 那样的 女性居多 比较瘦点啦 那这种的人呢 是喜欢吃朱古力啊 茶米 或者酸的食物 酸的食物 那么密如汁的人都会怕冻 接着就是硫磺 硫磺通常知道是红的,烧的 硫磺的皮肤经常又红又发炎 怕風一晒会更加差 任何的热水浴,浸浴水再次花灑 或者在热的天气里面会更差 硫磺型的人就跟身形的人同 不同的硫磺型的人是喜欢喝冻水的 而且是喜欢一个冷的天气的环境 即是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疗剂 这几个是其中这几个 是可以在适当我们刚才所形容的症状之下 那种人可以用得很好的 除了同样的疗法之外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在洗澡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很热的水 或者热水浸脚也好 其实也是一般的 所以大家要清凉一些 也有些人会用冰衣草油 用冰衣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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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衣草油 算下网嘛 就是快要辅充冰衣草油 用冰衣草油 用冰衣草油 这种效果 用冰衣草油 用冰衣草油 可以愿充冷 辅助于种地方 所以我们需要减Of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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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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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esources 嘗試停一停,深呼吸 有時做冥想,簡簡單的 這是一種很重要的方法 其他方面,儘量避免曝曬 尤其是日間的太陽 如果你真的要出街的時候 最好穿一些衣服包蓋著 或者塗一些太陽油 還有,不要做劇烈的運動 你知道,劇烈的運動 令你加速血液的循環 會令你的血液加速 令這個問題更加嚴重 還有,你運動的地方 也要去一些空氣流暢的地方 還有,有空調系統的房間 令身體不會那麼熱 當然,很多人遇到皮膚問題 就會想到什麼呢? 是做化妝 很多人都會試一試 但記住千萬不要做化妝 怕刺激到 化妝通常會幫你磨擦 按掃皮膚 還有,有時用蒸氣來蒸一下它 所以,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會加劇烈酒渣鼻的問題 要你做的話 不如做整個身體的身體 都可以的 還有,空氣 如果是乾燥大風的環境 都是一般的 所以,你遇到天氣變成這樣 盡量都要減少外出 受到這些暴風冷的吹 還有,蓋著臉或頭 帶著面膜 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有些人會用化妝品 護膚品 記住要選一些低敏感的化妝品 這個要自己慢慢去試 如果有些人說 我的問題是,因為我吃了一些荷衣無藥 或者我吃了鼻孕藥 那當然,自己要再停止它 用其他方法處理你的荷衣無藥問題 OK 那麼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和我們分享了 那麼多有關走渣鼻的自然醫療方法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預約回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亦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打回剛才那個電話 25773798 預約 或者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 與你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旅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www.h-e-a-l-t-h-s-h-o-p.com.h-k 旅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